當我們如果遇到需要證明一個二次方程 它出到來的數一定是整數的 那又是時候要運用我們二次方程常用的手段了 就是配方法了 那這次這條題目的這條式呢 那會有兩個未知數 一個就是A,一個就是B 那它們兩個都有二次方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一起怎樣配 那,很簡單啦 我們有A的平方 那,減2A這一塊東西 那既然是這樣 那我知道如果這一塊東西 我們再加一個1的話 那,這個就成為一個很帥仔的一個平方了 那,然後呢 B這塊東西呢,同樣道理了 那,我們有這個B的平方呢 加這個6B 那,然後我們再要加些什麼呢 那,我們就要加一個 9B的 那,如是者呢 我們就這裡已經有兩塊東西 配方了 那基本上我們就配完了 我們就分別加了兩個常數項 那,鹽之後呢 那,當然我們好像要還債一樣啦 那,無緣無故加了 那,我們需要減回的 那,那,就先把這個11抄下來 那,然後呢 我們需要減回額外加了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減1 就減回多出來的9的 那,減9的 那,然後我們呢 就可以加上這些 常數項了 那,所以呢 那,這一條式呢 那,就會變成 A減1 A減1 的平方呢 再加B 加3 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然後再加1的 那,然後呢 接下來的討論就非常值得關注了 那,我們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那,這條顏色呢 就由三個東西組成 第一個是某個數的平方 第二個又是某個數的平方 那,很簡單啦 平方這一塊東西呢 那,它一定是正數 或者是0 那,它一塊這樣的東西 就一定是大個或者等於0的 那,第二塊都是平方 所以我們看到平方又可以這樣處理了 那,第二塊都是大個或者等於0 那,頭兩塊東西呢 它最小等於0 那,或者是其他正數啦 那,第一塊東西既然是0 或者正數 加第二塊東西既然是0 或者正數 那,然後這塊東西呢 再要加1了 那,所以呢 這次這條題目呢 得出來就是這一條式呢 它永遠都是正數了 那,由於它三個component 那,第一塊,第二塊和第三塊呢 它最小就是0 那,其他情況之下呢 它都會變成是正數的 那,所以呢 加完出來呢 就一定是 positive 是一個正數了 那,如是者 不是,除此之外呢 配方法 還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呢 那,有時候的題目呢 就不會 只是這麼簡單叫我們proof呢 這一條式一定是正數的 那,那,對於日後 很多數字來講呢 那,它很有可能會問你 究竟這一條數 它最小值是什麼 就是,它的minimum value 最小值是什麼 那,我們看一看 那,如果是這一條式的話呢 那,它最小值是什麼呢 那,我們知道這一塊呢 它最小可以是0 當A等於1的人 那,當A等於1 那,這塊就等於0了 就是最小的值 那,然後呢 B加3 那,就是平方 那,就是說 如果B等於-3的話呢 那,這一塊都是等於0 那,沒有了 這些variable 所有的代數 我們都可以assume 它整個東西都是0的話呢 那,我們出來呢 就是 配完方額外的東西呢 這一塊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 的常數行呢 就變成 是我們 的這個 最小值了 那,如果我們看到 這些符號前面有個符號的話 這些平方前面有個符號的話呢 那,可能這條題目就會問你 它的最大值是什麼 那,但是 都是同一個做法的而已 我們看到 凡是看到它的二次方程 那,如果問 叫你proof 它永遠是正數啊 或者負數 那,或者 它問你 這個是最大值 或者最小值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就可以運用配方法 然後 再看一看 這個 上數的部分 配完方之後 看一看這個上數的部分 那,往往都會 我們帶來一些新 hints 就告訴我們 這一條色 它的最大 最小值 又或者它的性質是怎樣的 那,關於配方法的其他application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說 好, 谢谢大家